第488集 三十万金元 此话一出 拍卖大厅中一片寂静 将所有人都震住了 来自中州的大人物 以弃吞山河之势 直接喊到三十万金元 他们疯了吗 只知十五万金元的残缺神药 加了一倍元 大厅中 纵然是老辈人物也都变了颜色 遇上这种大手笔的人 诸圣帝恐怕都没辙 贵宾包家中 中州的四名神秘大人物神色平静 似乎内不是三十万金元 而只是一堆石头 他们都是中年人 各个气宇不凡 如天王将士 四人头戴龙冠 具有大气磅礴 射人心魄之势 他们的真正年龄到底几何 没有人知晓 四位大人物 不属于大厦皇朝 因为大厦皇子 与小尼谷就在另一座包家中 陪着大厦的一名皇叔 三十一万金元 来自西末的一名老僧开口 三十三万金元 贵宾包奸重 一名头戴龙冠的中年人 从容报价 拍卖大厅一下子安静了 纵然是强大如徐天雄也坐了下来 他虽是超级恐怖的大人物 但是论起原来还未够班 哎哟 一口气就加两万金元 真是启吞山河 不将援党一回事啊 到底是中州来的大人物 不朽的荒谷皇朝 统治亿万里土地 果然是无人可比啊 所有人都惊住了 小声的议论 中州有四大不朽皇朝 更有诸子百家 诸多古老的大教 他们到底来自哪个上古皇朝啊 看他们头上的龙冠 以及所穿服饰 应该是来自不朽的古华皇朝 传承久远 鼎盛无比 他们绝对是冲着紫山来的 只在无始大地的传承 买神要报命 众人推测出他们的身份 就更加的忌惮了 不朽的皇朝比圣帝还甚 世间少有大势力 可与他们抗衡 34万金元 妖光圣帝报价 身为东荒的大教 对人行神要志在必得 在这种关头自然不甘落后 古华皇朝的一位大人物 再次开口 35万金元 不过呢 却也不像前几次那么生猛了 贵宾报奸着 叶凡与李黑水相互看了一眼 按照妖月空给他们的分析 若有圣主攻打紫山重商归来 残缺的人行神要 可拍到35万金元 此刻 达到了这个数字 可是似乎还有上涨的势头 果然 荒谷江家有人寒假 将残缺的人行神要提升到了36万金元 妖光圣帝继续加价 37万金元 妖光圣主受了重伤 需要这株人行神要疗伤 尽快复原 不然 拖延下去再次攻打紫山 他可能无法出席了 38万金元 古皇皇朝的一位大人物 爆出这个价格时 古井无波 此刻 其他圣地与荒谷世家都不再报价 西末佛教的老僧也退出了竞争 40万金元 妖光直接将这株神要推上一个整树天甲 古华皇朝 一位头戴龙冠的大人物神色不便 41万金元 妖光圣帝沉寂了很长时间 不是不能承受 而是觉得再继续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对方来自不朽的皇朝 底蕴凶厚 若是志在必得 将是一场天甲大战 41万金元第一次 41万金元第二次 垂音落定 最终 古华皇朝的大人物 以41万金元拍下人形神要 疯了 实际价值十几万金元 结果却达到这个数字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这个数字过于惊人 让人难以接受 胜利也有被人以示欺压的时候啊 中州的大势力果然不可想象 李黑水都有些沉默结舌 比预计的天甲还要高出一级 确实出乎他们的预料 风云忌讳 机遇巧合而已 如果不是中州与西末的大人物出现 绝不会有这样的天甲 压咒西针 神要 一锤落定 人们议论纷纷 一些人站起就要离去 诸位 请留步 我们临时得到委托 还有一宗西针 拍卖 黄钻龙台上 白发老人开口 还有什么呀 连神药都拍过了 难道还有更吸引人的东西不成 负责拍卖的老人露出笑意 我想在场很多人会感兴趣的 到底是什么呀 人缘果 白发老人站在黄钻龙台上说出这样三个字 什么 许多人吃惊了 从石州切出来的人缘果 老辈人物中有不少人都了解 相传啊 这种东西极其难学 除去原天师外 也唯有流淌有部分真龙血液的妖王 才能凭借天赋神术发现 这种果实是大地杰出的甲龙珠 不错 白发老人点头 轰的一声 拍卖大厅中 一片沸腾 所有人都坐了回去 不再离去 任缘果 这可是严命的西针啊 居然连这种东西也切出来了 很多年未曾听闻了 在场的人 默不吃惊 全都在议论 出了一株神药 接着又有人拍卖这种果实 让人咋舌 任缘果 虽然比不上太古神药 但是也堪称西式真品 谁告诉你比不上神药的 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成熟 若是不断汲取天地精华 他可成为地命果 一成甲龙珠 不会比神药差 贵宾包间内 叶凡大掌见识 原来这种果实纵然生在石中 也是可以成长的 汲取日经月华 诸圣地的人最不平静 尤其是遥光圣地 错过了人形神药 得西还有人缘果 真是喜出望外 白发老人持一个玉顶 走上龙台 将其摆放在最高处 诸位 请安静 取出来 让我们看一看 下方有人喊 玉顶被打开 一个有些破损的果实 被封在透明的玉器中 呈现在高台上 淡淡清香 沁人心脾 这枚果实 怎么破了呀 在场的人都是修饰 各个神目如电 一下子就见到了关键所在 哎呀 被什么东西咬过 灵气流失的差不多了 这是败家子啊 这谁咬的 宝天天物 人缘果实用来炼化的 怎么能下口 不被毒死才怪了 听到这些愤怒的声音 叶凡满脑门子黑线 又有了踹大黑狗 一顿的冲动 这死狗真是会遭捡东西呀 不对呀 我怎么看着像是全齿意 该不会是被一只狗咬过的吧 这些人 眼神是各个犀利无比 许多老辈人物 眼睫毛都是空的 什么没见过 一下子认出了耻意 还真是狗咬的 这是哪只该牵到万瓜的狗干的 这可是人缘果 谁这么混蛋拿它喂狗 叶凡听到这些话 真的是没有办法言语了 关键时刻 还是天摇宝雀的白发老人 平息了他们的不满 诸位 这是从乡间收上来的东西 是一个老农 随手打碎一个石头发现的 自然不知道珍贵之处 那也不能用来喂狗啊 真是的 七死老夫了 这是什么事 天杀的百家子 一群老头子直几眼 诅咒连连 鬼宾报街内 李黑水狂笑 叶凡郁闷到无言